您好 欢迎收看NIA News 新移民妈妈账本 理财储蓄实现新梦想 赛珍珠基金会和花旗基金会合作 推动新移民女性理财课程新移民妈妈账本 协助新移民母亲操持佳绩 让他们能够学会记账 储蓄和财务规划 赛珍珠基金会董事长尤英夫表示 未来会和花旗基金会持续合作 培育更多新移民成为理财奖需 到台湾各地帮助更多的新移民建立理财的观念 中华救助总会台语会画社热烈招生中 有许多新移民朋友来到台湾生活 在语言上除了中文 学习台语也是一个可以让人更快融入在地的好方法 中华救助总会为了让远道而来 一同生活在台湾的新移民朋友们 能够更快的适应在地生活 特别开办了台语绘画社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洽询中华救助总会 知名服饰业者住家福儿穿新衣 迎新过新年 知名服饰业者黄文珍董事长捐赠了50万元提货券 给北台南家福中心 希望帮助弱势家庭的家福儿 穿上自己喜欢的衣服度过寒冷的冬天 北台南家福中心装俗会主任说 家福中心帮助的家庭 大多是经济弱势的家庭 其中有不少是单亲家庭和新移民家庭 因为经济压力大 很少能够为孩子添购新衣 因此非常感谢黄董事长的善举 让弱势家庭的儿童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圣约翰科技大学义卖募资 驻芥菜总会爱新育幼院重建 圣约翰科技大学透过义卖募款 将所得全数捐给基督教借菜总会来重建育幼院 借菜总会表示 由于募款不易 对孩子的照顾有时十分困难 很需要社会大众一同来支持 圣约翰科技大学表示 期待有更多人共襄盛举 让更多的弱势孩童 能受到良好的照顾与教育 健康的成长 感谢您的收看